五色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印度洗净 死悲之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洗净在以往的岁月里 是东西马拉雅的一个小王国 但在1975年成为印度的一个榜神 不变的是 依然存在着浓厚的藏传佛教气息 隆德寺位于东西津 距离首都甘托克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由第十六世噶玛巴让就日配多杰尊者 于1960年代时所兴建 受到当时席金王室的护士 自此 隆德寺成为噶玛巴的海外主席地 将噶玛 噶举的传承和珍贵教法 向外推广至全世界各地 10月7日一早 海淘法师与慈悲之旅一行敬旧十位 历领了董德寺 受到热烈的欢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大殿中 百余味喇嘛 为法师念诵十六罗汉底共文 祝愿师父 身受兼顾 教法广传 僧众祥和的范音缭绕 法罗低名 在法骨与法器庄严的交织下 法鹰感动了重任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在海淘宗 同时在海淘师父的带领下 供养了龙德寺僧众 每人五百卢币 性战宇巳优仲优代 废宣优代 第十六室大宝法王 曾经注席过的疗房 房内珍藏着法王生前使用过的器物 和远从楚布寺带来的古老珍贵文物 海淘师傅和团员们都怀抱着如沐的心情 驻逐期间感受三宝和上师的驾驶力 那我们修行叫密序 就是说你任何时间包括睡觉 你都保持在警觉的状态 所以佛陀教觉觉醒着 觉悟者 悟就是道不一样的 觉就是你了解了 就像我们乔木语啊 达法器啊 大家一起念诵啊 最主要是你的心态 就是按照这个经文在思维 那好伟大 你如果按照经文 按照记语 按照咒语 在实修 当下你就会有不可思议的 老实说像我今天 进来 他们上师很客气 为我们修十六 阿罗汉遗鬼 消业障 我坐在那边 我平常打坐脚会酸 会痛了 一点都不酸 而且热 身上一直发热气 而且一点都不热 我就觉得这个有价值 就从中脉 对不对 就从脊椎骨这样 到头顶 这下开悟了 所以意思说 因为很认真嘛 因为我很感谢对方 大家为我们在修仪鬼 就像我们去 刚刚去大宝皇的房间 哦 十六四大宝皇睡过 我们大家一直磕头啊 因为一个圣者 发普利心的圣者 在这边睡过觉 对不对 刚刚他们 他们纠察师父还很慈悲 把柜子打开 这十六四大宝皇睡过的棉被 我们头就撞进去 然后他就赶快关起来 不让人家知道 那 各位你的棉被谁要撞进去啊 但是没有问题啊 你发普利心就可以了 你今天晚上发普利心睡觉 明天帮你折棉被了 哇 你就开悟了 那 我想那一刹啊 很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用普利心 把过去所做的功德 尽我们的菩提心 希望在这边所有的一切都圆满 龙德寺寺内保存着 第十六是大宝法王的舍利塔 此舍利塔中 供奉着法王土皮后 所留下的眼睛 舌头和心脏 分别代表了法王的 身口意的加持力 令见闻者 获得解脱的殊胜缘起 这两是大宝法王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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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逗盛 配合防疫措施 自养社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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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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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